哈囉 大家好 我是小米 今天這個主題呢 非常的實用 我要來分享 不沾口罩的五款唇彩 因為疫情這一年多來 就是我們之前幾乎都天天要戴口罩嘛 但是因為最近台灣疫情越來越合法 然後我們可能餐廳的時候可以脫下口罩 然後到戶外空曠的地方也可以脫下口罩 所以呢 我覺得很多人還是會想知道說 欸 有什麼唇彩是擦了比較不容易沾染到口罩上的 畢竟如果你可能隨時要拍照吃飯 還是希望有個唇彩可以美美的出門嘛 那今天呢 我就幫大家整理了五款 我自己覺得用下來最不沾口罩 然後他們會有一些不同的妝感 那我們要怎麼實測它 會不會沾染呢 我們今天會有個比較有趣的實測是 輕輕實測 因為其實很多女生除了戴口罩之外 跟男友去約會可能也很怕吃東西吃一吃 那個唇膏就掉了也會很腫 所以今天影片會分成前後半段 前半段呢我會先分享哪五款唇彩 後段段我會來做一個小小的實測 好 那我們就直接開始吧 記得訂閱按讚還有開啟小鈴鐺喔 整體款呢是MAYBELLINE的超持久物感液態唇膏 如果你是老米粉的話就知道 這支唇彩我分享過超多次 我自己私行很喜歡它 其實在疫情前我就是旅遊的時候就很常攜帶它 是因為它真的是一支不需要補妝的唇彩 不過呢我覺得它算是網路評價比較兩極的幾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是因為它是一個需要特殊上妝方式的唇彩 那我再跟大家分享一次我怎麼上 因為它唇釉嘛 那你拔出來的時候記得就是要先勻一下 不要讓它那個分量太多 然後擦到唇上的時候呢 我會先等著15到20秒讓它圍桿 再拿衛生紙輕壓表面 接著我會對著衛生紙去用嘴唇這樣稍微含一下 把多餘的唇彩擦掉之後 你唇上的唇其實就可以維持一整天 這個方法就是屢試不爽 但是很多人就是很心急沒有等它乾啊 沒有把多餘的抿掉之後 你發現嘴唇這樣抿起來 它就會有一點點微微的黏 可是你方法用對 然後你唇上好之後 其實它真的就是不會黏 然後又很持久 再來第二個原因就是因為 它必須要用眼唇卸妝液來卸妝 很多人會說這個有夠難卸 其實沒有 它用眼唇卸妝液就非常的好卸 而且它也不會染唇 然後也不會說我要卸很多次 可是呢如果你只是用卸妝水 或是卸妝油 我覺得就沒有那麼好卸除 所以這兩點是我自己覺得 可以排除的原因 因為它不掉色實在是太吸引我了 所以我就一直都還是很喜歡使用它 那這支唇彩上起來的妝感呢 比較偏向絲絨露霧感 然後它的顏色其實 從第一批現在出到 有應該有二三十色了吧 我想應該是因為它賣得很好 所以一直陸續有推出新色 那跟大家分享幾個我喜歡的顏色 有七十、七五跟二六五 這三個顏色是我自己很喜歡 就是比較偏土棕色 然後有點帶栗子南瓜色的那種色調 那如果你想要看更多試色的話 我把之前試色影片放在這邊 你們可以去複習一下 接著第二款呢 是Dior的超完美之久唇露屋 這支算是非常新的新品 今年才推出的 但那時候它推的時候 我不得不佩服 它真的很勇敢 因為在疫情期間 其實很多人是 對唇彩的需求都是降低的 不過呢 它其實也是主打一款 就是不沾杯 然後顯色持久的唇露 所以呢 也算是符合疫情推出的產品 我自己是覺得 它是我用過不沾杯唇露中 自己用起來效果蠻好的 那它的包裝我自己很喜歡 就是Dior他們家的這個藤格紋 然後它的刷頭也非常好去上色 那它上起來質地比較特別 剛刷出來的時候 是比較帶水感的 可是乾掉之後呢 它就會變成有點粉霧光的感覺 我自己最喜歡的兩個顏色是 100跟820 100是屬於帶那種 真的很像MLBB唇 如果你今天是素顏的話 這支就蠻適合當一個 稍微認識你的唇色 但是顏色不會太重的唇彩 然後820是非常漂亮的焦糖奶茶色 這個顏色我覺得是很不挑膚色的一款唇彩 所以不管你是喜歡Dior 還是你想找一個比較不沾的 專櫃唇露的話 你可以試這一支 不過這支我覺得它雖然口罩沾染度偏低 可是吃飯遇到油還是會要掉要補妝 不過至少它補完妝 它是不會斑駁就是了 接下來第三款呢 是蘭蔻的絕對完美柔物唇露 這款也是還蠻新的一樣產品 然後呢 既然叫唇露 它就是主打比較輕盈的那種 實色科技 就是你上上去之後 會很像水膜 我覺得這一款唇彩 真的超級沒有存在感的 因為如果有些人像唇部喜歡那種 嘴唇上有一個厚厚的感覺的話 你就很適合唇露 因為它擦起來就是很水 但是呢它因為有點微染唇 所以它其實是比較不容易沾染口罩的 那通常持久型唇彩 我覺得分兩種 一種就是比較偏帶絲絨露霧感那一掛的 然後另外一種我覺得就是 有點染唇的唇露 如果你不喜歡霧感 你喜歡稍微水感一點的話 你就可以選擇這種唇露質地 它上起來妝感呢 比較偏向那種柔霧光 就是比較低調 內斂一點點的光澤 那我想要推薦的色號是 274跟288 274是稍微帶一點點烤奶色 然後288也是那種肉桂色 我發現就是肉桂這個東西 雖然我不喜歡吃 可是很多肉桂色的唇彩啊 腮紅眼影 其實都做的還蠻美的 推薦這兩個色給你們 再來第四款呢 是L'Oreal的 齒色印記空氣紋唇露 這一支就是 大名鼎鼎的小鋼筆 小鋼筆其實在市面上 口碑流傳也非常久了 那如果你說剛剛的 蘭蔻唇露對你來說 預算太高的話 我覺得這支 就是一個平體 平價的選擇 那它一樣都是屬於 那種齒色型的唇露 所以上上去是稍微 會有一點點微染唇效果的 我自己覺得這支小鋼筆 做得很好的是 它的唇刷 它的唇刷超好上色 然後那個彈性柔軟度是很不錯的 然後呢 它的妝感跟蘭蔻是非常非常像 只是說 它一樣是上上去水 可是它收乾之後 我覺得會比蘭蔻稍微再乾一點點 我自己私心如果妝感細膩度的話 我會比較喜歡蘭蔻 但是因為它的價格真的便宜蠻多的 所以它算是一個平價的選擇 那我推薦的色號呢 我自己很喜歡它裡面的這個116 116上起來也是屬於帶烤奶色的 這個顏色裸得很好看 因為裸色裸不好就會看起來很像生病 但因為它稍微帶一點點奶茶色 然後紅棕色的色調揉進去 所以它就不會那麼的死白死忌沉沉 這支也很適合就是裸妝淡妝的時候擦 最後一款呢 是KATE怪獸極池色唇膏 前面四款我想說都分享了唇釉那麼多 那我就挑了一款光澤型的唇彩 因為有些人可能就不想用霧面唇彩發顯唇紋 或是他就是喜歡用唇膏類型的 那KATE這款呢我覺得它是 齒色度相對表現比較好 然後呢也比較不沾染唇膏的一款 那我自己覺得它使用上啊 真的就是很保濕滑順 然後它補擦也不會卡溫 不過呢它畢竟是光澤型唇膏 所以你在使用上的時候 就是需要等它沉膜 它的齒色度會比較久 沉膜我覺得塗上去之後 嗯...要大概等30秒到1分鐘的時間 這個時間不等 它其實唇彩就還是會掉 畢竟它是光澤型 可是等了之後它顏色吃進去 其實它的齒色表現就會提升滿高的 所以大家記得在用的時候 不要覺得說 欸它怎麼都不遲 其實是你等的時間可能不夠久 但是呢它上完沉膜之後 它沾染啊顏色是不會完全掉 但是還是會掉一層 有點像是水膜的感覺 那我覺得沾染度以光澤型唇彩 已經算是很低很低的了 那它上起來妝感呢 就是比較偏向那種潤透光澤 我覺得很像潤唇膏上起來的妝感 我自己推薦10號 10號這個顏色我覺得是 有一點點紅棕色 不過因為它是那種透感 所以這個紅棕色 顏色下手起來不會太重 我覺得算是蠻襯膚色的一款 但我自己是沒有很喜歡 這一個唇膏的包裝 是我覺得它塑膠感有一點重 然後它很容易沾指紋 但是呢如果你想找一款 相對比較不容易掉色的光澤型唇膏的話 我覺得它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好我現在擦完第一支唇膏了 剛剛呢就是拍攝中間有吃了一點東西 所以這個唇其實它吃東西是不太會掉的 然後我現在要去找P哥 來 輕輕實測 欸這個光好醜喔 這樣好了 這樣我臉很大 這樣子快點你借我親一下 那我要親一百下 然後親在這個位置 然後看它到底會不會掉到你臉上 那我要開始喔 你說會不會怎樣 就沾到我臉上 對我要親這個位置喔 好 預備 GO 等一下 我臉一下不會爛掉 你不要噴鼻涕好不好 很餓欸 一百了是不是 欸 看一下看一下 完全沒掉欸 完全沒掉 真的假的 但你臉好油 第二支稍微有一點點掉 所以變成自然的腮紅 但是呢它整個顏色其實我的唇上還是有的 不會到完全掉色 喔 第四支Loreal唇露呢 我觉得它颜色也是有点掉色 而且我发现我唇上也有点掉色了 所以这一支如果一样是唇露的话 蘭蔻的磁色表现稍微更好一点 但是它应该还好是颜色大概剩60% 没有到全掉这样子 最后一支我们清在额头这个地方 一点点微调 然后我唇上的颜色其实大概有70%都还在 所以我觉得以光泽型唇彩来说它的持久度算是很不错的 好的 经过我们严峻的实测之后呢 最后算出了两支 Maybelline的唇膏还有蘭蔻的唇露 这两支呢是在脸上最不沾的 所以我觉得它的考验其实比口罩还严峻 因为你知道有摩擦然后脸上又有油脂 所以这两支我觉得是最推最不沾口罩的 但其实另外三支我觉得它的沾染度也相对其他唇彩 表现算是蛮优秀 所以今天就提供这五支唇彩给大家做选择 那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 就是不管你上任何唇彩都记得在上完之后 你要等它干然后稍微用卫生纸压一下 它会更持久然后也更不沾染喔 那大家如果下次想看我挑战什么 或是想看分享什么样产品的话呢 你们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喔 然后喜欢这支影片的话别忘了帮我个喜欢 然后记得点我的频道可以点这边 我们就下次见啦掰掰